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在你听完节目之后 最后会有一个小测验 你完成的这个小测验 我们就会送你红利点数 如果你同时也分享我们的节目连结给你的朋友 你会得到更多的红利点数 而且这些红利点数都可以让你在下次加入线上课程的时候折抵现金 你下载App了吗 欢迎你到Google Play或者是App Store输入起点文化 启动得起 加入我们的App学习行列哦 好 我们今天来聊热门国片 周楚楚三害 这个开场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老高 结果我们要讲的题目是 对 我先讲一下那个周楚楚三害 一个简单的大纲 其实这个故事还蛮简单的 总之他这个男主角呢 叫做陈桂林 他一开场就轰动江湖 干了件大事 那我只是一直很好奇一个东西 就是他在戏里面啊 我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神气 一直充满攻击性 然后一直很愤怒 然后我就会对他这个人格很好奇 所以我就想说 哎 凯宇你也有看这部片 那我们就来聊这部片 到底陈桂林这样的角色 凯宇看到他哪些人格特质呢 我呢 要先跟大家说 如果你还没有看这部电影的话 我鼓励你去看 因为事实上 他那时候在台湾刚上映的时候票房普普 但是后来呢 是在大陆上映之后整个火红 然后呢 再红回来 你现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在Netflix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那在陈桂林这个角色 就是软惊天眼的嘛 对 那他的整个呈现 当然已经网路上有很多人评论 软惊天的演技啊 各方面 那我今天重点不在那里 我是回到角色的人性 这个陈桂林的这个角色的人格的一个侧鞋 你看哦 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会发现他一直处在一种愤怒 然后当然了 我觉得从一个电影的观赏者的角度来说 他们里面的一些画面的处理跟呈现 真的蛮厉害的 真的蛮过瘾的 可是如果回到人性的话 事实上虽然叫除三害 但其实还蛮残忍的 对 尤其这个戏最后那个在那个教堂 类似行刑式的处决一堆人 那个真的也是蛮震撼的 那只是说 对于陈桂林来说 的这部戏的一个呈现 你会发现他整个人格的特性都呈现出一种自我中心的状态 是 什么叫自我中心呢 他的开场戏如果你有看过的话 他一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跟一个旁边一个八家九在 在那个金毛在那个爬饭嘛 对不对 排骨便当 对 在爬那个排骨便当嘛 那那个戏的整个过程是这样 他先干掉了那个告别式躺在棺材里面的那个人 那个老大 然后呢 他他居然在那个状态里面 而且江湖盛传就是他 他就是那个凶手 他就是那个杀手 对 然后他居然大咬大白的在那个现场 然后那个现场其实大家一时半刻没有认出他 对 然后他为什么到那个现场呢 因为他要趁这个告别式 那个那个被他干掉那个老大上面的头头 应该说是他的二把手 帮他的老大办告别式 然后他把这个二把手 也干掉 解决掉 因为这个二把手 在黑道上下达的那个追杀令 然后把他干掉 哎 你知道你要 你要干掉一个人 起码私底下默默来吧 哇这个真的太明目张胆了 但真的很厉害 所以你会发现 是什么样的人 或什么样的状态 他会这样子去呈现出 会这样子去 去这样的决策 跟这样的行为 他真的是非常自我中心 然后你看哦 像他剧情推演到后面 比如说他问官圣帝君 我到底要不要去自首 对不对 我们一般问神 连续三个行不会够了吧 也够了啦 他连续九个 那你知道他那个心情就是 他其实不太想去的 你知道吗 后来没办法 官老爷都连续九个 好像不去不行 他终于去了 就发现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刚好有 有一个运操车 然后大家捡到钱回去自首 这样子 结果呢 他就自首发现 我怎样也是一个 全国的 重大枪击药犯 对对对对 我怎么没有理我呢 结果正当准备快要轮到他 他就在那个警察局的公告上面 发现自己是 重大 这个 这个十大 这个就是枪击药犯的牌第三 对 那一刻 他就决定要干掉前面两个 所以 对啊 拿来的信念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 他非常是以这个我 自我作为中心 对 他其实不管别人的 然后包含他后面要干掉自己前两名 像譬如是他杀那个香港仔 第二名 香港仔在最后一刻都还问他说 你为什么杀我 真的 然后他也没解释就把人家干掉 所以我觉得整部戏最冤枉的是香港仔 真的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嘛 对嘛 你说最后 最后参加邪教的那些人 起码也是自己选择嘛 是 对不对 那香港仔想说我烧谁热 对啊 我其实跟你无冤无仇 没错 然后最后也没给人家解释 然后呢 你会发现哦 他戏的最后一幕 他比如说干掉那个邪教的教主 然后其他人他干掉之后 他其实是走了啊 结果他发现 怎么其他人继续 还留下来唱歌 对他来说 他是要去减除他心中那个不应该的存在 所以至于是减除谁 杀掉谁 或谁不杀 他其实没有那么在意 所以你会发现 他一直专注在 他要消灭他心中认为不应该的事情 这其实是一个蛮自我中心的一种表现 一种表现 我们每个人都有好恶 可是我们对于我们好恶的评估跟执行 真的是跟这样的人格典型是不一样的 OK 但虽然如此 虽然如此 虽然他做了这些事情 但是你会发现 他对于这个人世间 他极度的自我中心 但是他的人格里面的另外一个侧面 他又对于这个世界有一份眷恋 怎么说 这个眷恋就从他奶奶给他的手表 来看起 明白 你会发现 在这个戏里面 他的这个 那个等于黑道医生 就把他奶奶 就把他原本寄给奶奶的钱 因为他奶奶都没花 然后只在他生日的时候 买一个小猪手表 要给他这样子 粉红色小猪手表 那对于一个你看 极度自我中心 杀人不眨眼 胆大妄为的杀手 他却一直戴着这个奶奶给他的手表 大家可以想想看那个意涵 就是 对于陈桂林来说 或许奶奶就是他在这世界上的唯一眷恋 对 虽然奶奶不在 但是那份眷恋是在的 而且你看整个戏剧的过程当中 他去杀了香港仔 他把小美救出来 然后他把车给了小美 但自己仍然带走手表 然后最后在邪教的部分的时候 然后要他把自己所有的财物 身外物都交出来 全部交出来 他到最后仍然也只想要留下手表 然后最后他发现他被骗了 他是先到教主的密室 然后找到自己的东西 先带回自己的手表 然后再去处理邪教 所以你会发现 有一个很妙的地方是 他极度的自我中心 我们直觉会觉得 他就是完全 对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眷恋 对好像很冷血 对 但事实上他对这个世界是有眷恋的 是 好 他对这个世界的眷恋就来自于 你看人死留名 古死留皮 他怎么样都希望留下 留下一些什么 对 对这个世界 所以他才会 他才会跟那个黑道医生说 你有没有听过周楚楚三害 所以你会发现 他很在乎自己的排名 对 他要把前面两个干掉 那你说他如果是一个 完全不在乎这个世界的冷血 冷血杀手 他其实无差别杀人就好了 他不需要是锁定目标式的去杀 甚至于在邪教他最后 他其实可以不由分说 教主全部都杀光就好了 但他是先杀了教主之后 他根本没有要杀其他人 但他发现 他心中认为的不应该 仍然正在继续 他等于白做了这件事 我杀掉了这个教主 就其他人还是继续 对 所以你会发现 人真的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他既有极度自我中心 泯灭这世间法则的部分 但他又有极度眷恋这个世界的部分 当你没有把这两个合起来看 你可能就会在一些细节的地方 你会想不通 他其实无差别杀人就好 或者他其实继续逍遥法外就好 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他为什么要去争取那个排名 或者是他为什么到最后一刻 他仍然戴着小猪手表 其实他就是对这个世界跟对某一些情感 还有一些牵绊 对 你看哦 极度的自我中心 加上极度的活在自己认为 对的眷恋里 就会变成执着 那你看 周楚楚三亥这部电影 如果你看他的那个英文的电影名称 翻译过来就是 好像是蛇 蛇 蛇 鸽子 蛇跟猪嘛 就代表贪称吃嘛 那个 贪是那个 贪是那个鸽子 然后蛇是那个称 就是称怒 然后吃呢就是猪 然后小猪手表 是是是 那份执着就是陈桂玲 ok 好 那我们在听完陈桂玲 他可能的人格撤写之后啊 我还想要问凯宇就是 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内在的动力 让陈桂玲这样子一路干下去啊 好 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一些 但如果再对焦一节眼来看的话 他因为极度的自我中心 又对于这个世间 怎么看待他有眷恋 这很容易两个相加就变成是英雄主义 ok 好 这份英雄主义呢 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先说 英雄主义 他会衍生出怎样的特质 第一个 他会过分的关注他自己 是 他会把自己放在首位 他会重视自己的意志需求和利益 他不受外界的影响或控制 真的 所以如果你有看电影的话 很妙哦 他大剌剌的在别人的告别室 嗯 然后再次杀人 嗯 而且呢他第一枪还没有直接 给那个被杀的对象是致命 是 他先把他放倒 然后走到他的旁边 补了好几枪 真的 然后他补了好几枪 大摇大摆出来之后 发现警察外面 嗯 把枪丢了 还对那个警察做一个什么 曖昧的笑容 撇嘴一笑 然后开始狂奔 嗯 你有没有发现 他根本不是在执行一个杀手任务 嗯 他根本在走伸展台嘛 我觉得他在玩一个很很极 极端的游戏啦 对他他他根本就是在 show off他自己嘛 嗯嗯 对 这就叫做英雄主义会造成的一个极度关注自己 所以极度关注自己 你要说 当一个人的内在完全没有这个部分 他不会去想要完成或成就一些事 嗯 但他的内在只有这个部分 那很可怕 嗯 因为要满足他的个人英雄 这意味着有很多事情 可能会被杀掉 可能会被消灭 或者他会泯灭这一切 他会 他会觉得他自己是凌驾这一切的 对 所以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格 好 再来 英雄主义的第二个特质 叫做他会关注在竞争 嗯嗯 第一个讲的是关注他自己 对 而第二个是关注在竞争 嗯 这也就是呼应我前面说的 眷恋 嗯 他在乎排名 嗯 他在乎反而我都要死了 在世界上留下一个 我成桂林的名字 因为那个时候那个黑道医生 不是跟他说他肺癌末期嘛 对 他觉得反而都要死了 他是不是能够留下一些东西 对 那但这也说明了 他那时候刚开始加入邪教 他也以为他自己 重获新生你知道吗 嗯 但他后来发现 这原来是一场骗局的时候 哇 那个幻灭感 更大 那个幻灭感 然后造成他那个竞争性 嗯 就是这完全不对 你居然骗了我 我就一定把你彻底消灭 嗯嗯 这完全可以理解 所以对 注意哦我要说的不是对或错的问题 我觉得有时候看电影就是这样 我们都不可能像主角一样那么极端 对 但是那份极端性有时候会在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需要去做觉察 是 所以过分关注 竞争 就会把 就会造成是他把自己的成就 视为衡量 他的这个价值啊 成功的指标 嗯 然后他会非常热衷 跟别人做比较 然后透过跟别人比较 透过要凌驾他人 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最大 然后觉得很有成就感 很满足 嗯嗯 这个 你知道哦 这样子讲哦 如果你没有听前面成规灵的人 你会说这不错啊 这成功特质 所以我常常说 就是成功特质 也就是说 成功人士跟 跟人格为常 有时候是一线资格 一线资格 看你把这个能力 或者是专注力发挥在哪里 对 这样说也没有错啦 就是就是那个线 我觉得常常就是 就是当你不顾一切的 要完成一些事情的时候 记得走过了差不多的过程 你要回头 停下脚步 让你的灵魂跟上来 好 否则你会在自己的逻辑里 觉得你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但其实你已经 你已经伤害了这个世界 或者你已经 做了很多不可挽回的伤害 你自己却不自知 OK 好 来那第三个呢 英雄主义会造成的第三个状况 就是 他会过分的关注实践 OK 好去做 所以也就是说 他一定要做些什么 一定要do it 对 一定要do it 一定要去 就像他就一定要杀掉那些 仍然在唱歌的人 对 真的好执着 对 他会追求个人的表现 和实践自己的价值观 并且认为自己 能够为这一切负责 然后呢 看起来 其实我必须说 这样的人格 看上去 如果他是你的朋友 你还觉得他很吸引人 哦 因为他敢做你不敢做的事 真的 你看他非常关注自己 也就意味着什么 他敢 他敢讲你不敢讲的话 对 然后他关注竞争 你会觉得 哇 在他生活里好刺激哦 嗯嗯嗯 然后再来他关注实践 实践 哇他急之急行 哦说到做到 好这时候我就要提醒一件事 你看哦 我们常有时候在IG 各种社群媒体上面 看到那些我们很崇拜的人 嗯 我常会提醒很多朋友 因为凯旋是写给25岁的情书 对 在这个时候的我们 包含我 现在的我就算我50岁了 嗯 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 我很喜欢一个 我到底喜欢他什么 我能不能把我喜欢他的专业的部分 跟那个人 他这个人的人格要稍微区分一下 OK 因为你可以喜欢他的专业 也就意味着在那个专业范围里 因为他有你没有嘛 对 你是不是就学习就好 对 但是不等于你要过分认同这个人 嗯嗯 因为一来你不是他 二来你不会知道 他的英雄主义这背后藏着什么 OK 如果他藏着是像陈归零这样呢 嗯嗯嗯嗯 对不对 我们现在大家事后认定的邪教 哪一个不是在当下迷惑众生 大家都觉得很有帮助 甚至于很多人得到灵性的超越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要小心 就像我自己这么多年 我们做起点文化 我们分享这些 我也常常会跟我的听众或学生说 我说 你就拿我这边能给你的部分 你就拿 这个我的专业或我的这个 这些经验能对你有帮助的部分 但是记得一件事 你仍然是你自己的主人 是 你不是把你交透给我 嗯 而是透过我 来看见你的潜能 所以重点还是在你 嗯嗯嗯嗯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事实上来说 我猜啦 周楚出山害他 表面上会这么火红的原因 是他处理的一些议题 嗯的手法是我们过去都没有看过的 真的 或者是我们都 那个视觉震撼加上演技的震撼 真的是上层之座 是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从潜意识的角度 他其实勾起了一些 我们你知道 当这个时代 我觉得比如通膨啊 不确定啊 我们被压抑的很多 嗯 有一个人敢超越一切 目空一切的去做那些事情 他其实是我们一个发泄的管道 哦 但要小心 其实网路上很多网红 很多你羡慕崇拜的人 他也是你发泄的管道 嗯嗯 但你真的知道他带给你什么吗 好 你可以信任他的专业 你可以学习他的专业 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请你保持判断 好 那我的原则就是 你听我的东西 你来上我的课 我是把力量还给你 是 你才是自己的主人 对真的 好 那我们如果回到陈桂林 这个故事来看的话 刚刚已经听了凯宇说啊 因为英雄主义 他的这几个特质 然后我会跟我刚刚前面一开始 看到的陈桂林 他一直有一个很愤怒的情绪 我就突然发现哦 这个英雄主义 好像让他产生了一种情绪的漩涡 嗯 让他深深的陷在里面 他跳不出来 所以根本没办法帮自己重新思考 所以凯宇你可不可以再进一步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英雄主义 他会衍生出怎么样的情绪漩涡啊 好我们深一点来看 嗯 在过分关注自己的状况底下 他不顾他人感受 他就会造成他别人没办法靠近他耶 真的啊 所以究竟是他因为 呃这个杀手的身份 所以他必须活得这么样的孤独跟孤僻 还是他其实也有意识的选择的孤独跟孤僻 嗯 好所以 反过来说 你可能不像陈桂林这样的特色 或者是不是像他这么的凸显 英雄人物 当然因为你不是软今天嘛 对 但我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 那究竟你现在假设你一直觉得很孤独 那有没有可能你某种程度上活得太自我中心 嗯 而你对这个世界其实仍然有眷恋 嗯 我不是说你会像陈桂林这样 对 我是说既然有人已经拍出陈桂林了 嗯 你就要好好的提醒自己 是 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路 是 好 所以孤独会让人没有办 觉得他没有办法被理解 被接纳 所以他会很容易 就是有一种就是 他先预设了大家都不想理解我 嗯 所以呢我就先排斥别人 嗯 就有点像是我跟你互动 我觉得你一定会打我 我干脆先打你算了 哦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人 一直活在常态性的愤怒里 嗯哼 你真不知道他在气什么 嗯 但他很有可能是 内在这个状态所引起的 好 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他会过分的关注竞争 嗯 过分关注竞争就是怎样呢 就是 他会一直活在一种焦虑不安 对 因为他必须要一直保持领先 你看在这个戏里面 陈桂林 你要说他是因为 多年的这个逃亡 好 所以他长出敏感度 嗯 还是他因为 这些多年逃亡 让他的敏感度也反过来影响了他自己 你看到是不是很多部分 他就会刻意解开他的鞋带 嗯 然后蹲下来再绑鞋带 对对对 好 然后透过蹲下来绑鞋带 观察周遭的环境 嗯 他其实是一直活在一种 就是 就是 一直活在一种 好像一直能战战兢兢啊 对要惊在那里 嗯的一个状态 好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也是 过分关注自己 你会有很深的孤独感 而你过分关注竞争 你总是一种觉得 你要是好的 你要是对的 你不能犯错 犯错就满盘皆输 那真的要很小心 他真的会让你 就是 就是你的负面情绪 你的那些 呃不舒服的状态是结果 OK 但是今天我透过 这个周遭殊三害 可能谈的是 比较原因性的部分 好 然后再关注实践的部分 嗯 很可怕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真的 你看陈杜归林 是不是就这样子 对 所以你要你要你要 你有时候可能也要觉察一下自己 特别是 呃我蛮鼓励 呃你现在听到这里 如果你还没有参与我的 活出有选择自由人生 我鼓励你可以参与这门课 嗯 因为很多时候那种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在他的行为展现出来之前 他在他的语言 一定会呈现出来 OK 会呈现出很多那种 非黑即白的 极端的 好 啊 总是 都怎么样 我一定要 对的这种语言 其实他就是会有一种 把你推向极端的一个 的一个信念模式 好 而且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就会很容易 把别人 不管是给你的善意提醒 或者是他表达出 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东西 都视为一种要排除的阻碍 嗯 所以那个攻击性 你会发现 你其实不想要 看谁都生气 嗯 然后看谁都想打 还真的都去打 你其实不想 我知道 嗯 但是你没有去 回到这个源头 去去给自己做一些觉察 你很容易就会被 这个情绪的漩涡整个拉下去 OK 好所以 其实啊就是 我们会 会需要在很多事情上 看见其他的希望 跟可能性 才有可能跳出来 但是凯宇啊 如果我 当我发现我这个 情绪漩涡已经发生了 我要怎么先帮自己喊停呢 嗯 其实呢 事实上我们要先说一个 词汇叫做自立性偏误啦 自立性偏误 对 对 其实 其实我们 之所以那个自动化 没办法停 就是我们陷入一种 自立性偏误的一个状态 嗯 那你要先能够去 穿越这个状态 你才能够去延缓自己的自动化 OK 自是自己的自 然后利益的利 对 自立性偏误指的是 我们 在认知跟行为上 偏向于重视自己的利益 的这种诠释 而忽略了他人的整体利益 OK 白坏文是什么 白坏文就是 只有自己没有其他 OK 只有自己的正义没有其他 嗯 那有一阵子的流行词会 就是你只想到自己 好 这叫自立性偏误 那凯宇在戏里面看到 陈桂林有什么 有哪些自立性偏误 这很多啊 你看他到警察局自首 就发现没有人认出他 嗯 然后 然后还发现自己是排名第三名 嗯 所以他决定在自己 剩下不多的时间干掉前两名 嗯嗯嗯 就是为了图一个什么 人死流民 胡死流皮 好他过分的强调自己的这个存在感 嗯 这就是自立性偏误 是 再来呢 他以周楚楚三害这样的名义 然后 这个漂白自己的那些暴力啊 那些杀人的动机 好 然后他为了取得更多的情报 把绑架那个黑道医生 一直帮他的那个黑道医生 的儿子 嗯 所以 事实上他 你说 你说当然啦 戏中 当然有戏剧的需要 嗯 你会觉得他他帮也只是意思意思 嗯嗯 但事实上你要知道 如果你是那个黑道医生 会觉得很干啊 很恐怖啊 呵呵 他根本不管别人的感受跟社会利益啊 对啊 好 然后再 他在他处决了邪教教主之后 他把干掉之后 嗯嗯 他还试图的是要去 他他他还试图的是要 你知道就是 有些大大真的去看戏 那个那个呈现的很有意思 他还希望把大家叫醒 就他发现大家 大家都沉迷其中的时候 嗯 哇那真的最后那一幕真的很震撼啊 真的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干掉 所以我会觉得 整部戏 嗯 整部戏 嗯 其实 陈桂林这个角色 阮今天演的陈桂林这个角色 他就完全活在自立性偏误 嗯嗯 然后你就可以眼睁睁的看 一个人是怎么样在这里面 他一步一步的 嗯 一步一步的把自己 形塑成一个悲剧英雄 嗯嗯 对 好那我们像 已经陷入这种自立性偏误啊 好像感知不到对方的情绪 只都活在自我中心里面这种状态 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帮帮帮自己穿越或者是跳开啊 其实第一步就是要能够先认识自己的情绪 嗯嗯 就是要透过一些学习先知道自己怎么 OK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说的 当过分的个人英雄主义 他会过分关注实践 关注竞争 那关注 关注实践 关注竞争 关注自己 其实关注自己如果你关注自己的情绪也就算了 嗯嗯嗯 对不对 其实通常在这个阶段的关注自己都是关注自己 原本又会去强化竞争跟实践的部分 哦哦 所以就会变恶性循环 对真的 所以我觉得刚开始 我觉得既然你有 假设你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觉得经常被愤怒所左右 嗯嗯 这时候你可能就要先停下来问自己 我到底在气什么 嗯嗯 我到底对什么事情不满意 或者这个不满意的感觉从哪里来的 嗯嗯 有时候只光我们能够静下来去问自己那个那个状态的源头 其实疗愈就已经走了一半了 OK 嗯嗯 然后再来呢 嗯 开始如果你开始能够去认识自己的情绪 停下来去感受 那么这时候下一步你就可以 多一点心力去感受 如果是别人会有什么感觉 嗯 如果是别人会怎么想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常说 在情绪成熟的过程当中的必然过程 好 你看哦 对一个baby对一个婴儿来说 他哭就是哭 好然后呢 他他他他不会有这种更深的自我理解 一直到我们成年他比较大之后才会有快乐的哭 感动的哭 有没有 嗯 因为某些触动的哭 是对不对 是所以但是事实上很多你那种 你感觉起来所谓的魅力人格 嗯 好就像陈桂林这样的魅力人格 我前面已经提很多 嗯 事实上他们还蛮是婴儿状态的 哦 哈哈 哈哈哈哈 他他既没有 全能自恋 全能自恋 对对对对 他就是他就做了你在成年人世界合理的状况 你不敢做 不敢说 不敢呈现的东西 但是千万记得哦 那个不是好现象 嗯 因为他会让你其实活在 活在 自己的世界里 而也因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是不会去 感受不到别人 感受不到别人 对你是不会感受到别人的 那当然了事实上如果就情绪谈情绪的话 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 我们去理解情绪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能够透过刚刚说的 你开始把别人成为你的思考系统 你的这个思考跟评估判断的系统 这时候 你比较容易让你的大脑降温 嗯嗯 好因为我们常说 一头热一头热嘛 对 情绪 愤怒为什么会让我们做出 很很奇怪 很很夸张的事情 冲动化 对其实 我们需要的 其实不是多厉害的东西 他人不是机器啊 他没有办法一个旋钮切过去 就是按跟off 不是 对 他要先降温的 你只要能够先降温 你就有机会去改变自己冲动化的行为 OK好 那我们知道了可能需要有一些 呃去了解别人的情绪跟自己的情绪 才有可能降温 那接下来如果要改变冲动化的行为的第一步 可能会是什么呢 嗯 他有几个步骤 首先呢就是 你开始去建立起对自己的身体感知 OK 比如说当你被愤怒所迁移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身体会有什么反应 嗯 比如说心跳加速啊 嗯 肌肉会紧绷啊 手会握拳啊 嗯 然后肠胃会 脚动啊 嗯嗯嗯 其实你去感受自己的身体感知 就是建立起你的警报系统 嗯 因为反过来说 当你有了这些身体讯号 这时候你也就可以 有一个更更容易觉察到 欸我是不是生气了 哦 其实有时候被愤怒所 所控制的人 都是 都是他已经把人打了 都已经骂了 都已经干了无法挽回的事 他才发现自己做了这件事 对 对 然后他才汹汹 意识到 我是不是暴怒了 嗯 好 这个我相信 有情绪困扰的人 我这么讲 你一定深有同感 嗯嗯 好我们外人会觉得说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生气了 嗯 没有真的 真的 很多人当下是不知道自己生气 是 所以为什么说第一步一定要先建立身体感知 嗯 因为身体感知是 他会 他会 因为 当你的大脑过热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去处理我现在到底怎么了 对啊 但是你的身体的呈现会出来 对 而事实上对于我们人的生物设计来说 你要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感知是 会比你去感受到我现在是 情绪的哪一个 那个细致的说法 嗯 是愤怒暴怒 还是违韵 哈哈哈 因为是更直接 身体感知 身体是很直接的 对 那个 那个还考考验到自己的 国文能力 对不对 好所以先建立身体感知 然后第二个呢 有了身体的感知的能力之后 慢慢的就可以开始去构筑起 你对于心理感觉的认知 OK 好 比如说 当你有身体感知 那 你自己 开始 去问 去问自己 就是那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嗯 好 你透过这些身体的讯号 然后开始问我 问自己 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或试着去表达 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你就会开始 越来越对于自己的各种状况 对焦到什么情绪 会越来越清楚 帮自己建立data系统 对 而且你听到这里 你就会发现 他就是一个 我没有逼你要放慢 但你已经放慢了 是 而且你用意志力告诉自己 我要放慢 一定放慢不了 对 那是不可能的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绕个弯 用更适合自己的方法来帮自己 甚至于呢 我在前面的分享 在上一集 我们的凯旋 我也说到要复盘嘛 对 所以当你能够透过身体感知 先有先感知到那些身体讯号 然后再建立起心理的感觉 我现在到底怎么了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有时候是试过境迁 嗯 然后你已经狂暴完了 已经来不及了 其实不会来不及 你记得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 去做复盘 嗯哼 去做复盘 然后就是欸 我那天 我今天这个状况到底怎么了 嗯哼 为什么老板说了这句话 我就开始面红耳赤 嗯嗯嗯 然后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就开 我就放资料就放得很重 凯宇那个背后的逻辑 是不是我们只要思考过 其实是在帮我们重新做新的神经连结 没错 没错没错 而且事实上我要先跟大家打预防针 如果你是这种被愤怒迁移的情绪困扰 是可能可能可能是比较严重的 你不要逼自己一次就能够做到 嗯嗯 好 事实上我说齁 你过去都是完全都不知道自己暴怒了 你开始慢慢知道 哦原来我暴怒会有什么反应 这就是进步了 对 虽然还是还是暴怒 对 好该骂人还是骂人 但起码你先有sense了 对 你警报器已经响了 对 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 过一段时间是 你几乎都有sense到 然后开始会有一两次 你能够进入下一个步骤 叫说 那我现在到底感觉是什么 到底我在乎是什么 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 你会从十次当中 然后你可能会有五六次七八次 你都能够回到 那我现在心里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是 这时候你会发现 你会开始慢慢的能够在 一样每十次遇到情绪事件里面 你开始会有一两次的反应 会变得不一样 真的 然后慢慢变两三次 慢慢变三四次 那会不会到每次都表现很好 有机会 我觉得你也不用 我觉得你也不用有这个期待 真的 人不是机器吗 对不对 我们自己做节目 你有办法每一集 口条都很精准吗 没有办法 对 那不是你 那不是你练得不够的问题 那是人 OK 人性本来这样 所以我常常为什么说打预防针 千万不要要求自己要做到百分之百完美 因为你要要求自己做到百分之百完美 在本质上 就跟英雄主义一样 对 英雄主义是不是眼睛容不下沙子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再绕个弯 又把英雄主义压在自己的生命里 不要 你要有一个容许子你知道吗 就是 其实像那个 那个反脆弱里面讲的 就是 你能够反脆弱 其实是你有保有余裕你知道吗 任何改变 你不是机器 既然你不是机器 不要拿百分之百要求自己 OK 所以你慢慢的能够做到 每十次大概有 七八次都表现得很好 很厉害很厉害了 真的 不要再去纠结 那一两次表现的不是那么好的 真的 所以这个我要提醒大家 好哦 那当然 建立起身体的感知 然后不断不断的 去用复盘的方法 觉察的方法 觉察笔记的方法 然后回归到 去对标 确认自己心里的感觉之后 那再来第三步 第三步比较像是一个结果啦 嗯 就是你前面两步骤都有做 适当的练习之后 你会开始慢慢的能够把你的情绪命名 是 比如说我刚刚 心跳加速 我的感觉是 什么 我想要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想要知道 呃 这个老板要告诉我什么 嗯 这样的心情好像叫做兴奋 哦 兴奋就表定出来 嗯 那刚刚这个肠胃不是很舒服 我的感觉是 呃 这个 眼前这个来者不散 会让我很想要跑 嗯 这个感觉叫做害怕 就把害怕表定出来 嗯 你现在听当然会觉得 那我哪里会不知道我是兴奋还是害怕 嗯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有情绪困扰 你还真是不知道 真的事情发生了 那当下我们刚刚拆解的那三步是一瞬间就发生完了 对我我只我只说一个最白的啊 你平常你身旁的问你今天还好吗 哦 你只能回答还好 你永远就只能回答还好 那我告诉你 你通常是 情绪词汇是不够的 你其实多数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OK 嗯 好哦 我自己在学习成长的路上我会觉得 有一件事情是我一直在我生命里面验证的啦 就是 刚刚凯宇的内容里面也有讲 人永远无法调整一件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像我以前不懂情绪的话 就比较容易被情绪牵着走 然后我都会以为自己很无助 可是其实啊 你只要能够开始适度的为自己的情绪命名 你知道自己怎么了 就能够慢慢的去长出调节情绪改变行为的能力哦 那关于这部分更完整的学习 就是嘉玲老师全新的线上课程 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可以带给你的 这门课程呢 现在我们有早鸟优惠 2099直到5月20号的晚上9点 很鼓励你现在听到的时候就立刻手刀加入 相关的课程连结都在我们的影片说明栏里面就有 很期待你跟我们一起活得更好 活出你的凯旋人生哦 那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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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